今天我們文廷院事件這個訴訟 因為高等行政法院今天有一個判決 這個判決讓我們感覺到很沉痛 今天幫我保護很心痛 也是很辛苦 這個是我一直講我哪裏錯了 我不知道 司法行政後來就是主管都在手上 你說今天你要跟他撿 撿撿了 我想我們這個問題 雖然被判國匪 我想我們還會繼續走下去 真的大家很關心我們農家 這官政府實在是很恐怖 我們今天從頭到尾就是沒有要跟他合憲 沒有要跟他去 共共警察 派稱多的來給我們聽 政府來定期我們這八十年 當時的文廷院在強拆的時候 我們看到建商跟政府申請了警察 申請了多少警察 申請了一千多名警察 然後強拆人物的民宅 這對人來講是非常非常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或許有人說司法判決了我們為什麼 這時候沒辦法願賭服輸 但這不是賭博問題 這是一個人民基本權的問題 但是保守沒有關係 你做出這樣的判決 當然為了要對律史負責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說他的判決理由 其實真的是更加難以讓人家接受 我想我們當然一定會再上訴到底 那我想 竟然我們的司法對於行政機關的作為司法合法 竟然只是採取寬鬆的審查標準 其實這一部分在強拆之前 內政部營建署的都庚主有開了一個 正在這個案子的專案輔導會議 他們後來發現這個案子有問題 所以他們做出了一個決議之後 也建議台北市政府應該要重新審慎評估 尤其這邊蓋好了之後 變成了一棟輸入層的大樓 但是就現在各位媒體朋友所在這個地方 卻沒有留下足夠的消防安全通道 那台北市政府到底是自自不理仍然強拆 台北高等警察官司法判決認為說 這只是一個建議性質而已 沒有拘束力 我們這個到底是都市更新案還是一個建案 那為什麼它叫做都市更新 可是它的消防完全不符合我們這邊的期待 就是你改建完跟沒有改建完 它差別只是從一二層樓透天錯變成十五層樓而已 它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公共利益 到底對周邊有什麼樣的影響 看起來就只有它的房價會變高 然後建商可以拿到很多的坪數這樣去賣而已 這是我們要的都市更新嗎 那為什麼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同一戶呢 他想要回家 卻是要建築在拆除兩戶王家的家的身上 這種事情可以用多數捲嗎 他的就是他的 你的就是你的 他們要蓋大樓 為什麼他們自己不能也是跟建商簽約 他們自己去跟建商合建就好了 為什麼要逼著王家納進去呢 好像還是一副是受害者的這個樣子 這樣法律上我們應該是這樣子看嘛 4至709號裡面他說 都更條例第36條呢 因為沒有判決確定的案例存在 所以人民沒有辦法申請釋憲 那對於已經有判決確定的 譬如說都更條例的第10條 第3項第2項第3項 以及都更條例第19條的第3項呢 已經有確定判決了 所以大法會議做出了違憲的解釋 可是他又大筆一揮說 一年後才失效 那因此呢 我們把我們這個本案 是用來提起釋憲的這個案件呢 結果因此呢 又沒有辦法申請再審 如果今天 我們又要等到判決 敗訴確定再來申請釋憲 然後大法官又相認的說 這條違憲 但是一年後才又失效 那王家紙的活該嘛 我個人學建築也期待有一套 非常完善的這個都更的方式 來讓這個城市能夠免疫災難 可是我們回來看這個提案 這個有公共利益嗎 它整個就是一個建築改造 我們問他對都市有什麼貢獻 看看文林橋下來 消防車怎麼進到這個基地裡面來 這塊基地根本就不可能 不斷的把農機當作這個城市發展的籌碼 就如朱立倫市長所講的 合法圖利 我們就用法來看 合法嗎? 合法 因為就寫在那裡 人家屬立的法下來就這樣寫 土立的嗎? 土立的 那法官有什麼用? 法官怎麼去面對 合法土立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想都更不是只有一個中央法令 台北市做一個地方自治的團體 他可以去讓他的都更的自治條例 變得比較順暢一點 各位去查看他做了哪些事 簡易脫竿 開閉很多所謂這個獎勵的項目 無障礙獎勵 消防通道也獎 這不是法令本來要做的嗎? 為什麼你去把消防通道做好一點 你還要得到一些獎勵 今天剛好帶再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應該是金柏 嫁來王家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 我一直紀念的 挖機的這張照片 就特地把他洗成 請到大小要帶來做給金柏 這個是他年輕的時候 金柏你幾歲 你哪一年結婚會記得? 哪一年結婚會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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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年是20 就民國是40幾年的時候 就是在他們家 就是所謂的之前的18號的客廳 他的結婚照 為什麼會有這個結婚照? 他剛剛不好意思 有點小騷動 就是那個王金權大伯 他就說 他就是被抱在 膝上的那個小孩 多少? 多少? 他才剛滿睡而已 紫色帶是國際反暴力運動的象徵 它的象徵意義 是消除人與人之間的暴力 一起綁上紫色的絲帶 在王家人門口前面 我們要用紫色絲帶 將王家人 這些諸氏跟希爾受害者 與信任者連結在一起 象徵我們一起抗暴的決心 諾貝爾經濟學長史蒂里格茲 他在最新的著作 那個不公平的代價 裡面曾經提到說 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大家都以為說 民主法制是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民主呢 選票呢 票票等值 但是他說不對 那個票票 票票等值的是 就是說 我們以為是四年選舉的 那個一人一票 他說不是 現在對於政府施政的影響 不會是四年一次的投票的一人一票 而是呢 每天都在投票的一元一票 這樣權貴有權有使者呢 他可以用他的權勢 他用他的財富呢 隨時每天可以去影響政府的施政決策 可以去影響立法院的立法的修法 都康條例就是這樣子赤裸之下 歷經八次的修法 一次一次的像都康實施者 像建商傾斜的一個 活生生的一個教科書 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邊開門邊講話 現在就是我這裡啦 你你一邊每天都在家 你你去教教教學 什麼的東西 Uno 你再走 在這裡 等一下我剛剛那個收音很大 我剛剛那個收音 我認為他們的世界 那麥克朗 雷克朗